最近的勝利啊 它其實都變得是更有特色的拍子 它不是像以前只會做那種很糖水的那種拍子 對對對 我覺得它在各個系列裡面 它都做了一些突破 從DX10再到龍M 然後再到現在的龍2 Pro 其實那個差距其實滿明顯的 尤其是前一陣子我們試到的那個HS Plus 那個也是哇整個就是 坐標軸上面各個四個向線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明顯的差距 我覺得它有點在走以前YY的那條路 但是YY現在變得比較走勝利的路 互相這樣 對啊 我覺得它們現在是一個神秘的交叉 就我覺得現在的拍子真的個性越來越鮮明 對啊我覺得滿不錯的 大家好我是艾利克斯 我是小菜 今天要來實測一下龍2 Pro 那我們來看看它跟第一代的龍2 有什麼區別 它有沒有做了什麼加強 對 GO 來吧 我們實測完了龍2 Pro 嗯龍2 Pro 對我們先來講一下它的參數好了 對它空拍的時候平衡點是325 然後它的揮重是85 然後它穿完線之後 就是我們實際在使用的狀況下 它的揮重變成92 然後它的平衡點是320 那小菜覺得這樣子的頭重啊 對你來說就是感覺負擔 負擔就是負擔 就是負擔 就是太重手了 真的太重手了 真的是抓不住耶 真的抓不住 它拍子也許撐得住 但我的手撐不住 就是你感覺你推出去之後 它會幫你多帶一段那種感覺 對它會衝出去 就是已經接近不受控 真的是不受控 對不受控 有點像它的塗裝啊對不對 它原本龍2的塗裝 感覺好像就是那個龍 好像還沒有睜開眼睛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龍2 Pro之後呢 它好像龍就睜開眼睛 它就變成一個 完成了一個作品 不夠派 它這些塗裝我覺得 比龍2還要好看蠻多的啦 對啊 就是完全體啊 就是完全體 對就是完全體 就龍2好像變成是沒有完成一樣 對 那你覺得它在平抽檔的感覺 你說它嗎 對龍2 Pro 很衝耶 就是它的帶出去的時候尾段 就是那個點頭感 那個加成 喔那個體感真的是很重 很重真的很重 就是我很怕它受破的時候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會很想要急著把球打回去 但是你主動的時候 它又變成是給對手很大的壓迫 對那個球很衝 真的很衝 那你覺得會太一樣還是有點太動手了嗎 太動手 而且甚至我這樣拿走 我會覺得它像 掉下來的感覺 對垂垂的感覺 垂手感 那你覺得它在長球的時候呢 就是 戰場 不錯 真的不錯 尤其是打攻擊長球的時候 在加壓的時候 它的頭重的那個擺幅 加上它又是短重感設計 所以它那個出球速度真的是 就是很快 對 我的感覺是它就是 它在擊打的時候 它反而會有一個那個含球的感覺 對 因為它那個力量環Pro啊 所以它整支中感它的那個抗扭 其實我覺得還是不錯的啦 有抑制住它想要抖動的那個頭 對 然後它可以很準確的達到你想要的位置 我覺得還蠻準的 它這次的其實力量環是有感的 有感 是很有感的 它其實 其實觀眾可以仔細看 就是他們以前的力量環是從小小的一個 就是像括號這樣子 對 然後再到變圓形的 到現在像耳塞 對 像耳塞 長的那種耳塞 對 沒錯 那你覺得它在切球呢 切球嗎 真的就順帶 順帶 但是你帶太多的時候它會下網 因為它的頭重 它會直接把球壓下去 沒錯 而且它的帶甚至是不太需要整支拍子在帶 它就是這樣點一下 點一下 你就小小的一個擺幅 壓一下 壓一下 基本上球就過了 那說像在打這種比較不需要這麼大力的球路的時候 你太大力的時候它反而會造成你的麻煩 真的 對 因為它會幫你帶的更多 會失準 會失準 對 會失準 沒錯 那你覺得在殺球呢 根本是 沒話講 沒話講 就是一板下去 就是 橫橫的往下砸下去 肩膀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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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肩膀很痛 它很衝 真的快抓不住 快抓不住 它 有點像 Metellic的感覺 就是Long M的那個感覺 但是 就是真的只是差在短中桿跟長中桿的擺盪的差別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含球桿在明顯比Metellic更明顯 更多一些 對 再更多一點 對 會再更咬球 咬得更深一些 那你覺得它在連續殺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覺得短中桿應該回拍會很快 可是我覺得還是負擔 我覺得它會甩出去比較多的那種感覺 對 它會再點一下點一下點一下 反正我再拉回來的時候它會有一個更大的擺幅 回味 我覺得反而 真的蠻困擾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4UG6 是G6這個規格所導致的 不清楚 但是 我在G6這個規格試起來 我是覺得有點負擔 有點太多了 頭痛太多了 對 連續起來真的很困擾 OK 那大家就會想問啊 就是它跟原本的龍二 還有龍M 它的差別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先講一下它殺球好了 你覺得這三隻的感覺 其實龍二跟龍二就差在頭中而已 說實在 其實官方設定也是說 就是在配重上去做重新做調整 以及加上就是力量環的Pro版本嘛 對 就是 我們體感也是就是這樣 那它的中感跟它的拍框 其實跟原本的龍二是一樣的 是一樣 我覺得是一樣的 因為它一樣還是那個軟軟的那種感覺 拍框比較軟 沒錯 然後中感它就很有彈性 但是因為龍二Pro它的頭中更多了 所以它中感型變也變得比較多一點 雖然就是力量環Pro會把它限制住 這就單打這就雙打 就是這樣 對 沒錯 那你覺得它在殺球的時候 跟龍M比起來 你的感覺 跟龍M比起來喔 我的感覺啦 龍二Pro它的球是比較快的 然後龍M它的球是比較重的 比較鑽啦 對 它角度比較尖啦 我覺得 它的擺幅就扣下去的感覺 會再帶的更深 對 那但是它是更衝 對 一個是更衝然後是一個更尖的感覺 沒錯 對阿 我覺得這個 就大概是 這支龍二Pro的整體的感覺啦 對阿 那你覺得它會比較適合怎麼樣的使用者 就是老玩家 老玩家 老玩家 然後而且是單打的 對 單打老玩家 老油條類的那種 就是喜歡那種傳統那種VT80 一提的那種超級頭重的 超硬派的那種設定的玩家 對 但是會比起那些硬派的 它會多了那份彈性 彈性 對 對這就是科技的差距 科技的進步 我覺得這個蠻明顯的 對阿 主要在於說 你以前打那種傳統統重的牌 實打實給你多少 我覺得是多遠 然後多深 對 的那種感覺的玩家 在這隻蠻的聽感上 會得到一點新鮮感 我覺得它好像又多了一點 感覺可以更省力一些 但是整體的設定跟調性就是 就是以前的味道 對就是比較 Hardcore的那種感覺 對Hardcore很重頭 就很有特性 個性也很有特色的牌子這樣 對阿 那就讓我想到就是 最近的勝利阿 它其實都變得是更有特色的牌子 它不是像以前 只會做那種很糖水的那種牌子 對 我覺得它在各個系列裡面 它都做了一些突破 從DX10再到Long M 然後再到現在Long Pro 其實那個 差距其實滿明顯 尤其是前一陣子 我們試到的那個HS Plus 那個也是 哇整個就是 座標軸上面各個 四個向線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明顯的差距 我覺得它有點在走 以前YY的那條路 但是YY現在變得 比較走勝利的路 互相這樣 對阿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一個 神秘的交叉 對阿 我覺得現在的牌子 真的個性越來越鮮明了 對阿我覺得蠻不錯的 可以幫我們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記得分享喔 掰掰 掰掰 好reat靜音 我下一個人 你給你在看 Ty 小鈴鐺 小鈴鐺 你給我按讚 我按讚 我快一點 大鈴鐺 好 那些人 全部都再用 都好 我讓你整個 你 我耀 好 帶很多 一直帶一直帶 然後就會 反而不好操控 是很賺 但是誤差也很大 就是他不是要去你要去的地方 對 是 是 是 好